不过仪嶺 因为现在运动的人口真的很多 大家都有健身的习惯 可是我们为了要身材好 健身对 可是健身完真的好饿 饿到我跟妳讲 再优扬的女生 她都会骂脏话的 就是因为她好想吃东西 那到底吃什么才不会 破坏了刚刚的运动 游泳时游玩的那个饿 那个饿倒是真的 对啊 是跟生命在不动的 吃也不是 不吃也不是 我们能吃什么 然后骗过我们的欲望这样子 骗过我们饿鬼的那个灵魂 其实运动完之后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赶快立马吃是最好的 因为 立刻吃 对 一个小时以内吃 是最不容易发胖的 你反而拖了一个小时之后 我就建议你不要吃了 我们之前有做那个老鼠实验 发现我们在运动完之后 尤其是50分钟以上的 中强度运动 那一个小时以内吃 里面所有的糖分 跟所谓的蛋白质 都会让你身体力用掉 不会囤积起来 可是一个小时之后 就开始会慢慢囤积在你身上 所以时间也是一个重要 那第二个就是 到底要吃什么目的性的 比如说今天你只是要 增加你的 比如说你是要减少你的脂肪 比如说今天过年完之后 你是胖在你的脂肪过高 那你在运动完之后 你尽量吃蛋白质的东西 比如说可能是炒蛋啊 水煮蛋啊 不是一个烤鸡腿吗 对也可以 烤鸡腿也可以 烤鸡腿也可以 我帮你们问了 对 烤鸡腿也可以 就是尽量是肉类的东西 肉类 那如果你要吃 皮不要吃嘛 对 如果是要吃滷味的话 像豆干啊 或是牛腱啊 或是腱子肉啊 这些 这些都可以 赶快吃这些东西 那如果你的目的是 除了你要减脂之外 你又要增加你的鸡肉 有些人他想要增加鸡肉量 等于是增脂减脂 那你要把淀粉也一起加进来 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吃饭 可以吃贝果 可以吃一碗的意大利面 哇哦 其实这时候你就可以吃 它目的啦 对 然后淀粉你可以吃比较就是 不要是炒饭 比如说不要太高油的 那比如说像橄榄油炒的 意大利面就可以 然后或者是吃贝果 刚刚提到的贝果夹蛋 那个贝果也可以 吐司也可以 馒头也可以 地瓜也可以 饭也可以 然后燕麦也可以 都可以吃 只要是淀粉类的都可以吃 但是记得就是不要高油 它并懂得